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,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期间,火鸡三明治成了加州咖啡馆的生命线的新闻 本台记者报道,每天加州奥克兰Far East East Cafe的员工都会准备大约200个火鸡、火腿和鸡蛋沙拉三明治午餐盘 免费分发给无家可归者、新冠病毒检测点、学龄儿童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在新冠病毒病例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,父母难以养活家人 无家可归者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奥克兰市中心的办公大楼仍然空置,因为该市许多企业员工都在家里工作 还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个大都市32.3万失业人口的行列 Cafe的合伙老板希尔亚德说,自从4月底重新开业以来 面向个人顾客的销售额只有危机前正常水平的30%左右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盈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午餐订单增加了30%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,该组织已经在全国2000家餐厅组织了社区食品的赠送活动 希尔亚德说,这真的是我们业务的生命线 世界中央厨房自今年3月启动该项目以来 已经在该项目上投入了5500万美元 如果没有世界中央厨房计划来支持我们的业务 我们每天都会负债 在奥克兰,世界中央厨房从100家餐厅点菜 每周为当地经济注入70万美元 该项目的资金来自旧金山湾区 捐赠者包括金州勇士队的斯蒂芬·库里和妻子阿依莎 以及推特的首席执行官捷克·多尔西 该项目预计将进一步扩大,并且持续到今年夏天 加州在3月份强制关闭以后重新开业 意味着一些经济活动的恢复 但和许多州一样,它也带来了感染的上升 星期五,在新病例激增以后 湾区当局停止了允许更多经济活动的计划 希尔亚德表示,咖啡馆目前正处于观望期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是否回到附近的办公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